怎么是你 你 你怎么追回来了 哪里的小手还在这跳脚 看来凑你不够狠是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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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到岳哥这儿来撒野 你是嫌江家死的不够快吗 确实 操纵断货以权即死 农城商会真是厉害 岳哥 要不要我给你颁个奖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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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跟我岳哥说话 信不信我弄死你 诶 诶 你赶紧约会讲明天打人 你不想活了 敢惹我的人别说打了 信不信我让龙城商会彻底消失了 小别三 我弄死 岳会长 您是不是打错了 岳会长 您是不是打错了 湛先生 湛先生教训的是 我作为商会会长 居然会听信一面之词 迫害僵尸公司 湛先生 我向您保证 这样的事情 之后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什么 我宣布 即日起 将胡家 赵家 两家公司 从商会除名 永不再用 江哥快这样 来人 给我把这两个人拖出去 诶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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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主 可以啊 15年前的新刮担子 如今这么有本事了 店主 我真是没有想到 江家的上门女婿 居然会是您 属下实在搞不明白 您为什么要隐藏身份 入赘江家 现在边境不稳 我不便透露身份 属下明白 六年前 您在龙城开拓市场 创立公司 如今 公司已成江北第一 这都离不开您当年的规划 这些财产 您准备何时接受 不急 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宿所渡过难关 您准备怎么做 我一定全力协助 赵文奇不是不卖给宿宿原料吗 那就让他的原料无处可卖 您是要 立刻收购龙城所有的材料厂 他要是敢在外面找加工商 那我就收购全国的材料厂 是 店主 还钱 就算你也放过我 住手 今天拿不出钱来 我 卸了一条腿 我有没有王法了你 我叫警察来抓你 警察 老子最讨厌别人要挟我 妈 你恨 我比你更恨 你敢动我的家人 就算是下地狱 我要拉你一起 疯狂的 你 你给我等这 爸 妈 你们没事吧 他们怎么会找来 哎 别急了 咱们家交不上货 要破产的消息 还不知怎么拿 就传开了 这合作商呢 是纷纷的撤订单 来到咱们家 是又打又抢 还要咱们交伪月金 完了 咱们家完了 都是那个窝囊会害的 别担心 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个废物 你还有脸出现 妈 你还护着他 刚才那么危险的事 他连个影都没有 现在安全了 他倒跑过来要工来了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哟 这么热闹呢 哟 这么热闹呢 姜婉儿 你来干什么 张无双 你打架是厉害 但是再厉害 能厉害得过法律吗 又怎么了 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后交货吗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龙城原料场联合声明 龙城商会已经正式 把你们除名了 没有原材料 你们还想交货 你逗我呢 我代表胡总向你正式下警告 五百万货款金 必须一分不少给我吐出来 否则 你们一家就等于做监狱吧 五百万 我们到底哪吃的五百万啊 婉儿 求求你 再宽限几天吧 你个废物 你要什么 姜婉儿 你确定只要钱不要货是吗 你说句话什么意思 货货我可以给你 就怕你货 甚至 求着我们 给你们货 你是在搞笑吗 求着你拿给我供货 除非天底下的原材料伤都死完了 这可是你说的 货款 蒋无声 你是在吹牛吧 就你一个老改犯 这箱子里装的恐怕都是针头吧 五百万一分不少 这 表姐 钱已经拿到了 现在可以离开我们家了吧 这次先放你一满 哎 胡总 终于找到了 胡总 你交代我办个事呢 我已经办好了 啊 嗯 五百万货款 一分不少 都在里面了 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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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蠢货 张总 请务必接下我们的正单 胡总 干嘛呢 龙城市 所有的材料厂都被收购了 现在也只有僵尸一家 他们能供货 如果咱们的项目完成不了的话 国事就完蛋了 怎么会这样啊 对方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啊 所有材料厂被收购了 那所有供应商都卖给咱家了 那咱只有咱家能出货 那咱家要垄断龙城了 我们要发财了 这次算你走运 咱们的合作继续 你 马上给我重新才会订单 喂 我刚才说的话你忘了吗 我让你求着我们供货 郑无双 你不要此前台事 胡总 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吗 干嘛啊 赶紧回家道歉 什么要是破产的话 我以后经理付不起 我 我 我道歉 对不起 谢谢詹先生给胡小弟面子 您能认识月首富 请问您的身份是 不该问的别问 我胡天愿追随您 小全马之牢 怎么 您这边也要退货 喂 赵总 赵总 我懂了是因为你 给我出去送主意 害得我照相破产 谁知道 岳家会帮着战无双啊 滚 我得到消息 岳家背后的势力是店主 难道战无双就是 怎么可能 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店主 不过这个油头 倒是可以用去 战无双啊 战无双 是你逼我的 别怪我心狠熟了 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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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